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 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 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监察法草案的说明 国务院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 习近平 李克强 栗战书 汪洋 王沪宁 赵乐际 韩正等出席会议 受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 做关于监察法草案的说明 说明指出 制定监察法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 内在要求和重要环节 监察法草案赋予监察机关必要的权限 明确监察机关可以采取谈话 讯问 冻结 调取 查封 扣押 搜查 勘验检查 鉴定 留置等措施开展调查 其中对于留置 为严格规范程序 草案规定 采取留置措施 社区的市级以下监察机关 应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 省级监察机关 应当报国家监察委员会备案 留置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 特殊情况下 经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可延长一次 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 受国务院委托 国务委员王勇做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 说明指出 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 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要求 优化了国务院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 理顺了职责关系 改革后 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八个 副部级机构减少七个 通过改革 国务院机构设置更加符合实际 科学合理 更有效率 必将被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部署的各项任务 提供有力组织保障 上海电视台编辑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